嗨,這裡是DEMIN Studio 今天的日期是2022年的這個4月16號 自從這個影片開始發布到網路上之後 就有許多的情友在詢問說 他們也想要做這個演奏的影片 但是在錄音在收音的效果上都不是那麼的理想 就問說有沒有什麼設備是可以幫助提升音質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拍一個簡短的影片 來介紹三種我所常用的這個錄音設備 那這三種錄音設備的預算都在1萬元台幣以下 所以你就可以用一個你可以存得到錢的這個價格 去買到還堪用的設備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簡短的來介紹一下 這三種設備的差別 還有它可以使用的時機與方法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種是我非常常用的這種隨身錄音器材 型號是ZOOM的H1N 它所吃的是這一種小顆的電池 3A的這種小顆電池 非常方便你在一般的賣場 一般的超市超商都可以買到 也就是你錄到沒電的時候 你就換一顆電池上去就行了 那我自己的話我是有準備非常多的 這種充電電池 因為它比較環保也可以使用比較長的這個時間 那這種錄音器材它 它所裝的是這種小張的 大家應該看一下 這種小張的 MicroSD的記憶卡 那我現在選擇裝進去的是 32GB的這個容量 以我現在設定的這個44.1K的音質 它可以錄到將近35個小時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錄到將近35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所以非常非常的夠用 因為即使在拍這種比較長的影片 也大概就一個多小時 那拍完之後你就會把檔案存到電腦裡面了 所以基本上都是夠用的 只需要擔心這個電池有沒有電的問題 H1N上面它有非常多顆按鈕跟旋鈕 最上面這顆是這個麥克風的輸入音量 那以我習慣的大概30公分左右的距離 以及我講話的音量 我大概就轉到這個7的位置 轉到7的位置 那它滿格是10格 底下有很多個旋鈕 它可以選擇你的這個取樣率 然後你的load card的截止點 然後還有限服器 還有這個Auto Level 在你做一些比較無法預知的這種收音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Auto Level打開 它會自己幫你算出這個適合的音量大小 也就是如果它太大聲的話 它會把你壓下來一點 太小聲它會幫你拉大 這樣你在做一些無法預測的錄音的時候 就不會有忽然爆掉或忽然太小聲聽不到的問題 所以以一個4000塊左右的錄音介面 我覺得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旁邊有一個LINE IN的這個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就可以接這個一般我們用的小蜜蜂掛在領結上 然後你就可以接一條線進去 它就可以把你領結的麥克風收的音 錄到這台機器裡面 這樣也是非常方便 那旁邊有一個Micro USB的孔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這裡 有一個Micro USB的孔 它可以透過這種Micro USB的線連接電腦 連接電腦 它就可以作為這個錄音設備所使用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錄到卡裡面 或者是它可以直接當一個Audio的Interface所使用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錄音介面 然後你就把你的錄音 直接透過它傳送到電腦裡面 這樣你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音質 所以這一台隨身的錄音介面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我大部分的這個口琴的影片 尤其是在做維修在做講解的影片 我都是用這個東西所收音的 那我通常會搭配它的三腳架做使用 我就可以這樣把它擺在我桌上 這樣我就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角度 可以去收這個聲音 好這是第一樣這個錄音機 隨身錄音機H1N 接下來是這個Apogee的MyPlus 96K 它是整合麥克風跟下面的這個錄音介面 然後透過Micro USB 接到這個電腦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剛剛介紹的H1N有什麼差別 主要是它的音質會比較細膩一些 當然它的價錢也會比較高 它大概落在1萬元台幣左右 上面有一些旋鈕 這個旋鈕可以控制音量的大小 然後如果你開會開到一半 想要把聲音關掉 你可以用這個把它按下去 它就可以關掉這個開會的這個 你自己講話的聲音 那上面有一個監聽耳機的選項 你可以調整大小聲 所以監聽耳機的孔在這裡 底下有一個3.5的監聽耳機孔 那你在錄製一些流行歌的時候 或者是像你在我頻道裡面看到這些 重奏的影片 近期有一個這個大力水手的這個影片 我就是用這個錄製的 然後把它打開 放在桌上 腳架 然後放在桌上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吹口琴 這樣你就可以有一個不錯的聲音 那監聽耳機孔 你如果在錄製一些流行歌的時候 你會聽 然後聽這個流行歌的伴奏帶 那你就直接對著這個錄音介面吹口琴 就可以收到一個非常乾淨的聲音 所以你在錄音的這個器材裡面 錄音的介面裡面 你就會有兩鬼 一鬼是伴奏帶 一鬼是這個乾淨的口琴聲音 你在做後期的混音 那就非常方便 可是有很多情友 他其實是沒有在做這個後期的混音 那這邊也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就是他在買的時候 他會有一條這種 就是iPhone的線 你就可以利用原本它上面的Micro USB的孔 然後再有一條Lightning的線 接到你的這個iPhone手機上 或者是iPad上面 你就可以用這個錄音介面的聲音 然後搭配你手機的這個影像 這樣這個音質就會提升非常非常多 第三台機器是我一直放在桌上的這個 Audium ID14 II 當初所購入的價錢大概在1萬元台幣左右 那這台機器相較於前面兩種這種隨身的錄音設備 你會發現它就相對大台很多 比較笨重 所以基本上也不會帶它出門 那這台機器有什麼優勢呢 就是它同時有兩鬼的這個輸入 那你可以錄口琴的二重奏 或者是你吉他跟唱歌 這樣你就可以同時輸入 就不會有這種要對時間的問題 那上面也有分別是兩鬼的旋鈕 你可以調整這個輸入的大小 還有底下有兩個小板手 這個小板手上面寫著48V 它就是如果你用這個電容的麥克風的時候 你需要供應這個48V的幻象電源 你就可以從這裡去搬 去搬動它 非常的直覺而且快速 那前端的部分 它也很貼心的做了一個 6.3的孔位輸入 你就 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這個Bass 如果你今天使用的這個Bass口琴 那你就可以接這個線 麥克風的線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你就可以接這個 然後接到這個 ID14裡面 前面的這個 輸入孔位 在這裡 剛剛給大家看的 在這裡 在這裡 旁邊有兩個監聽 有6.3的監聽 跟3.5的監聽 那監聽的音量大小 從這邊去做選擇 從這邊去做選擇 好 所以對我來說 這一台機器它 非常的 好用 就是它很直覺 我想要 隨手錄一些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就可以不用在那邊搬一堆器材出來 因為它都一直放在我桌上 所以我就可以用它做錄音 但它也有比較麻煩的地方 相較於前面這種 插一條線 你就可以直接錄音的 像這種 大台的機器 它是需要接麥克風線 還有麥克風的 所以 像這種 你就要去買另外買一支麥克風 然後再去買一條線 把這個東西接起來 你才能做錄音 所以在操作的過程上 會相對 這種小的 麻煩一些 那你也要稍微 具備一點 這種器材的知識 要轉哪一顆旋鈕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然後你要去設定電腦 就稍微 複雜一些 對我來說 這台ID14 Mark II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Look Back 那這個功能 可以在網路上 如果你聽到 有一些不錯的音樂 還有不錯的伴奏檔案 那你不知道怎麼樣把它 下載下來做練習的話 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 回錄的這個功能 把這些音樂 錄到你的錄音軟體當中 那你就可以獲得 這個音樂的檔案 那這個東西 是需要做一些設定的 不過 像這種小台的錄音機 就沒有這些功能 他們就是只能拿來錄音跟監聽 那它有這個回錄的功能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在練習上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總結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在戶外 或者是有大量的 這種移動的錄音需求 那這種小台的機器 對你來講 可能就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你買到 比較高階的型號 它會有更多的接口 然後它也可以更換 這個麥克風頭 那你就可以有 比較好的音質 然後你也同時 擁有比較好的攜帶性 那如果你今天都是用 手機錄影 或者是你都坐在電腦前面 透過電腦的鏡頭去錄影 那像這一種把麥克風 整合到錄音介面的這一種 錄音器材就非常適合你 你只需要透過一條線 連接電腦 你的桌面看起來就很乾淨 而且你會有不錯的聲音 那如果你玩的比較 這個深一點 比較有研究一些 那你可能會選擇更換麥克風 更換線材 那你就需要買到這一種 比較大台的錄音介面 它要擺在桌上 那你可以有更多的輸入孔 更多的器材 更多的麥克風選項 它還可以供電 還可以做一些監聽 還有一些特殊的這種回錄功能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比較有完整的這種錄音體驗 以上就是今天所分享的三種我常用的錄音設備 那如果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就分享給任何想要升級錄音器材的朋友 好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